基于户外娱乐需求的增加,游客无法出国旅行等因素,黄石国家公园管理局表示,今年年初公园非常繁忙,4月份有超过3.4万人从公园北方入口进入,另有3.3万人从公园西面入口进来,比2019年同月暴增40%,管理局预测这个季节将出现创纪录的增长。 根据统计,黄石国家公园今年有6.7万人入园,已经超过历年来4月的最高游客量,位于黄石公园北方的冰川国家公园在4月份有5.3万人到访,比2019年增加了50%,和2016年历史最高纪录的5.5万人只差一点点。 另外,位于黄石公园南边的大提顿国家公园,在4月份也创下了历年来4月最高纪录的游客量,有超过8.77万的人拜访,于2019年相比增加了48%,之前4月的最高旅游量出现在2018年的6.05万人。 自从疫情爆发以来,这些公园纷纷在2020年4月暂时关闭,如今公园重新开放,参观人数都出现了大量的增加,并且刷新记录。 黄石国家公园表示,随着各州走向完全开放和越来越多人接种疫苗,预计夏天将有更多游客涌入公园。 黄石公园将会招聘更多的员工,并开放更多的露营地,同时还将考虑限制参观人数以保护园区环境和野生植物。 中天中望,中立报道。